你还记得妈妈为你做过的事吗 我们邀请了妈妈来分享她的故事 妈妈的责任永远是做不完的 即使现在我的孩子都大了 我还是为她操心的 只要我有能力在内我就帮她做 我一天在室还是会操心的 他们的饮食 他们的健康 他们的教育 还有他们的品性都很重要 他们有他们做工的烦恼 我不想加重他们的负担 即使我辛苦 我也是不会告诉他们 只要他们时常来看我 只要叫妈咪一声 我都很开心 在妈妈的心里 孩子永远排第一位 妈妈在你的心中是第一位吗 这个母亲节把妈妈放在第一位 让Osim按摩椅 为你呵护她一生的健康 Osim Osim O司机